我們自家兄弟將於5月份提供黃金大贈送 總值最高21,800元 而且都可以由你自由組合想要禮品和回贈 若然想知道詳情的請盡早聯絡我們 置業灣區物業首選自家兄弟 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置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互認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 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 以及將來的收留及協助辦理各項證件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 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如果任何的查詢都歡迎你可以電話先聯絡我們 我們承諾一定會盡快提供各下所需的資料和解答你的移民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 層得最理想的安樂屋以至是投資物業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這影片了 另外亦都可以上我們Facebook 給個Like我們 那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湯 今集又再回到來 位於佛山 信德 陳村這一邊 在陳村站附近的項目 不過就不再是碧桂園的三龍會 我們要回訪的就是這個新希望的月龍灣 這個項目在去年底的時候我們就到訪過 當時我們都說這個盤是進行大劈價 甚至可以說是虧半賣 怎樣劈法呢 由本身定價三萬元 去到最便宜的 一萬八千多元 一萬九千多元的產品 當時我都有說過這個盤 劈得這麼厲害 拿了部分的單位 劈穿了兩萬元 很大機會 都是做一個宣傳的效應 也都不出我所料 現時這個項目基本 就不會有兩萬元 或者兩萬元 樓下的單價 上一波的宣傳 相當成功 現時的盤 可以說劈到底之後 價錢已經向上走 也就是說變相 就走回一個 低開高走的步伐 現時的產品 說的是二萬四元 去到二萬六元左右 對比起之前三萬元 當然 都有減價 不過就已經不是那麼明顯 最初我們聽到它的價錢 由這個谷底價 上得那麼快 其實我們預計 那個銷程方面 不會馬上 像之前劈價的時候 可以去貨 去得那麼理想 不過我們在到訪的時候 就看到 現場的宵遊中心 是相當之旺 所以似乎上一波的宣傳 去到現在這一刻 仍然有用 在這樣的價碼來說 參觀的人流 不算少 而且現場的銷售員 亦都忙到不可開鑑 當然除了之前的減價 這個原因 做了一個宣傳之外 在這一邊 陳川站 這個線路開通了 也就是廣州 地鐵7號線的延長線 開通了 都可能 令到這一邊 樓盤相當之暢黃的一個原因 因為都有機會 是有一些廣州的 賣家 投資者們 是特意落到佛山 這個位 因為它地鐵開通了 而過來這邊 看樓 到底 瘋狂劈價之後 現時價錢 上回來了 這個新希望月龍灣 目前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交給Jerry 跟我們講講 看完這個樓盤最新的情況之後 我們都會給大家看回去的 示範單位 到底是怎樣 最後你都會總結一下 在目前 這樣的價錢之下 到底這個盤 算不算是吸引 至於我們的人員 到訪當日 銷售中心的情況 就是現在畫面 大家看到 算不算是非常火爆 坦白說就不算 最多只可以說 合談桌 是坐滿了 不過 大家要知道 這個盤的銀碼 就不是很便宜的產品 所以銷售中心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都算是幾旺 看看現時新希望月龍灣樓盤 項目的整體情況 項目總戶數 1272戶 6%35% 又有9棟的高層組成 高層方面 分別是21-25層高 現時賣的12棟和18棟 總層高25層 兩梯六貨設計 面積短 78 88 103 126 賣的價錢方面 2400-261平方 大賣精裝修 交流時間是2024年6月 再看看12棟和18棟所在的位置 12棟是兩梯六戶設計 0102和0405是18平方的三房兩廳兩圍 0306弧形 103平方的橫廳 四房兩廳兩個衛生間 再看到18棟 0102回形78平方的兩房 0405回形 88平方三房兩廳兩圍 03 103平方的四房大橫廳 106回形 125平方四房 南北對樓大洋台設計 再看看景觀方面 12棟 01 02 03 06 主要面向著小區圓林景觀和泳池的水晶 再看12棟另外一面 0306和0405 望到對面樓盤的綠色用地和雙用地 整體感覺都非常開揚 這一邊主要是向南向 再看18棟 0304 0506 南向方面 都是看對面小區的綠色用地景觀 03單位可能會差一點 04 0506基本上沒有遮擋 再看0102 0306 北向的景觀 北向方面 有另一塊地是屬於住宅用地 而在住宅用地和新希望之間 是屬於河窗和綠色用地 所以兩者之間的樓間區都非常之闊 這就是在售當中12、18棟的情況 簡單來介紹一下 我們新希望的最早初創1982年 而且是中國最早的名營企業 經過四十多年全球發展 它是連續18年名列中國名營企業 我們的五百強 而且被譽為中國的長征樹 新希望不單止在中國有業務 它是全球鋪遍了五大洲 業務是全球鋪遍了三十多個國家 加上其下公司是六百多間 A股上市公司目前有七間 七間 七家 而且2020年銷售達到2100.1 我們這邊是做了一個實業 它的資金產業鏈是非常之雄厚的 不像其他一些比較高負債 目前新希望 即是你們本業是做農務的 做農務的 就不是做房地產 是做負業的 而且新希望地產成立於1998年 都是八大產業之一 而且它不單止是住宅 還有酒店、寫字樓、公寓和大人中合體 加上自己的物業 自己新希望的物業都是有24小時的監管 還有提供免費商務服務等等 加上在2020年的房地產銷售 達到1000億 現在過千億的房地產規模 就應該是入到頭20-30億 沒錯 它在副業當中可以做到1000億 之前的重點是成都 成都 加上就是 長三角 長三角 那一帶 其實粵港澳大灣區這邊有甚麼項目 我們在大梁有一個是錦宮半島 有一個是金沙洲 金沙洲是金沙府 以及金沙公館 這裏就是你們的第四個項目 沒錯 OK 而且新希望它現在形成了幾大系列 天系、錦寧校、錦官和錦月 天系在成都最出名 整個中國最高的一個住宅樓 就是一個新希望D10天府 是甚麼天府新城那邊 是在市中心那邊 是可以上網搜尋 錦寧系在蘇州地帶 浙江打造的四合院 別墅類 觀看的話它是針對有山有水的一個位置 去打造一個公軌營 這裏就是錦月曆 錦月曆 就是針對一個地段 去打造一個現代的一個 簡約式 我們這個月龍灣 是一個月曆 沒錯 OK 四個品牌系列 沒錯 介紹完整個品牌之後 可否介紹一下整個區位狀況 好 這邊 簡單和你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位置 是位於三龍灣最核心位置 都是港佛同船第一樓樓口 而且它投資品牌是最熱的 因為我們這邊擁有了 它一個交通路面是非常之方便的 今年年底我們自己家門口 就有300米的一個港佛環線 今年年底通 我通了之後 我一站到廣州南站 到了廣州南站 我就可以全國各地去通行 包括的話 可以坐高鐵去香港 那方面 澳門等等 這些是非常之方便的 而且四站是到 爬州 五站到天河金融城 重點的話 就是今年年底 還有一條是七號線是通了的 七號線是雙城的交通路網 它都是無縫連接到廣州南站 漢溪長龍和一個黃埔地段的 除了這個 現有 我們還有一個是K6的公交車 就可以直接 通達 是目前現有的 可以直達廣州南站 所以的話你出行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重點的話 還有我們一個生活配套 我們樓下一站式的 食丫玩娛樂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家門口 有一個萬達廣場的 目前的話 已經進駐了 但是沒有開業的 預計的話 是2023年和2024年 是我們會開業 開業之後 我們這邊的生活配套 非常之齊全 現有我們的順寧廣場 1.6公里 1.6公里 華融萬家 這些全部都是現有的 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的商業品塊 除了之外 我們一個醫療配套 1.4公里的一個 層村醫院 如果有 頭人感冒 就可以去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行爐都可以去得到的 除了之外 我們的教育配套 就是門口 就有我們的 政府重點打造的 4個億 去打造一個公立學校 48個班的 它是8月2日已經招標的 北邊的話就是一個九年一貫制的學校 以及我們一個中學 全部都區域當中 這邊的話 我們的一個生活配套 除了之外 我們還有 三公里圍繞著 三公園打造的一個 生活的一個 環境是非常之舒適 是的 這邊的話大概是一個 OK 我想問問 一站到廣州南 這裡到廣州南 大概用時要多久 乘搭地鐵 如果乘搭地鐵的話 大概要到10分鐘左右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開車的話 我剛才忘記跟你說了 如果目前開車 我們海華和海宜已經通了 去廣州南站8公里 你大概開車的話 15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 非常之近 最重要還是有一個 潘灣大橋 我們規劃當中 以後自己家門口 行五路接駁潘灣大橋 去廣州南站 4公里 4公里的話 如果是開車的話 就是幾分鐘的事情 直接過去 是非常之近 OK 如果這條線通了 我們在廣州南 廣州南轉到廣深港客運 就回到西九龍 沒錯 可以回到西九龍那邊 這條線這樣走的話 預計應該 一個小時以內 是 沒錯 一個小時就完成了 因為我們這邊 去南站 如果你現在開車也好 都是比較近 如果你坐地鐵港 如果你這邊坐港幅 環線的話 就是大概 幾分鐘的路程 自己家門口 我下車站 直接去幾分鐘 完成 OK 現在來到十一棟的陽板房 看一個八十八方三房兩廳兩位設計的樓盤 可以看看陽板的樓盤圖先 你看回這個樓盤圖是 這是二加一戶型 對 二加一 因為我們買一半送一半 買一半送一半 好 進來 我們這邊一進來 是一個非禮舖交付標準 四合一 可以刷卡 密碼 指紋 鎖匙 這個就是我們的膠樓標準 其實你這個品牌 星月神 我之前有研究過 我當時買毛批房 自己搞裝修 都有看過這個品牌的版本 加上我們這邊的船關位 這個全部都是交付的 這些鞋櫃或儲物櫃 全部都是交付的 即是包起來 包起來 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 這個位置很大 2.6米 開間 沒錯 所以這邊就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細節 都是做得比較好 放鞋 還有女生 都是非常熱的 因為我看過很多戶型 通常這邊 門口的右手邊 通常就 八長 尚算數 就沒有好像 做那麼大的鞋櫃 而且一進去的話 就是我們的左手邊 是我們的一個除房 除房的話 三件套全部交付的 沒有說什麼品牌 我們方太 用方太 方太 加上我們大單盤 而且八十博方 我們有雙線窗的通風採工 非常之好 加上我們到時候 有一個洗碗機 和消毒碗櫃一體化 因為現在年輕人比較喜歡 加上我們這邊 有一個涼霸 涼霸的話 比如夏天煮飯 熱的話 就可以直接抽風 然後這裏有冰箱 雪櫃位 非常方便 另外這裏有門 沒錯 托拉門 除房門 而且我們這邊是正南邊 開間是做到三米五 三米五 三米五接二長 大概是三米一左右 而且它的通風採工是非常之好 是 加上我們可以延伸到這邊 我們可以推 我想問一下 這些交付標準是 白色乳膠漆 全部都是白色乳膠漆 背景場有沒有呢 都是白色乳膠漆 上面的燈槽都有 沒錯 就是這些 好 看一下主陽台 來這邊 主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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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正南邊 正南邊 在這裏可以看到我們的地鐵口 看到地鐵口 地鐵口就是 那裏托人玻璃 是呀 很近 這邊隔離的就是曼達 旁邊就是曼達 這裏就是曼達 非常之近 那我現在在11棟 大家要記得這裏是11座 我已經賣光了 沒有了 但不要緊 旁邊有19座 又或者在11棟後面是12座 是 之後亦都會開盤 沒錯 OK 那真的很方便 看到這個站 沒錯 未來這裡就是一個學校位 學校空的 這邊是學校公園的 是 公園的 沒錯 這個主陽台 我們主陽台是 3米5 45米半 而且是賣一半送一半的 到時候可否封一下 可以的 透明玻璃 即是向物業申請 沒錯 看看廚房 看看洗手間 我們洗手間 現在細節化做得非常之好 好像我們這邊的一個 全部我們的收納櫃 全部是膠標 即是兩邊的鏡頭都包 沒錯 全部包的 對於女生非常之好 因為可以放很多面膜 是的 加上這些是人造石 和科立的水龍頭 因為上面的鏡頭 有些開發箱 沒錯 一面 但我們全部 全部都有 加上我們這邊是有一個 即是一件布景器 發生甚麼事 我們第一時間會在物業 那裏 加上細節化 這裡可以直接放紙巾 和手機 這些就是一個細節化 加上我們頭頂這邊有一個是涼霸的 譬如我們冬天可以直接開暖氣 夏天可以開秋風 而且我們這邊是三線門 以前是兩線門 兩線門 這裏闊了 加上在港佛這裏來講 目前只有兩個小區 可以做粒獨床 直接可以讓你放洗液 還有沐浴露等等 所以現在這些細節是做得非常之好 是的 好 清楚 清楚清楚 這樣洗手間隔壁 隔壁 隔壁就是一個陽台改造的 當時交扣 交扣標準的時候 就只有這裏沒有窗 直接是做米二高的一個欄杆 即是當時我要自己封 沒錯自己加窗就OK了 地板方面 地板是一樣 即是木地板 即是交扣 你會幫我鋪全 我自己不需要再鋪 沒錯 好 門也會有 門有 那算是房門 還是那些陽台門 可能是陽台門 陽台門 是的 OK 清楚 而且這個是刺和 都是我們的 大一點 大一點 因為這邊的漂窗全都不太俗 兩米八成三米的空間 都有90尺 沒錯 你上面是用了少少的漂窗 對 沒錯 好 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 八十八就帶主套 剛才跟你們說的交扣全部都有 是的 是的 有沒有智林碼筒 這邊沒有 這邊沒有 因為有些開發箱就升級了 沒錯 加上我們主人房這邊都是七自然的大漂窗 目前全部有中高端樓才會做七自然的大漂窗 而且我們這個南邊三開間是向南 181度 但你這個方向是正南邊 正南邊 沒錯 好 大概對你的戶型也有所了解 也要問一些實際問題 88坪我想了解賣什麼總價 總價大概238萬左右 238坪 但你現在在售是有些 有北面的話大概 大約是212萬左右 差了20萬左右 差10萬到15萬 10至15萬 就是要看客戶需求 自己喜歡向北向還是向南向 沒錯 OK 另外 好大致上了解 除了這個88坪還有其他戶型 還有一個78坪 還有78坪 那我們去看看 OK 現在是一個78坪的2加1戶型 是一個三房 算是可以改造三房 一位設計 沒錯 算是你們整個樓盤來說最小的戶型 最小的戶型 會減低嗎 不會 這個肯定不會 因為我們是深希望屬於一個中高端的樓盤 所以這些配套不會減低 應有就還有 沒錯 這個大致上是我們這個大致上的膠櫃盤 也是我們非禮店的膠櫃盤 4合1的電子鎖 可以紙紋 可以紙紙紙 然後左手邊的鞋櫃盤 左手邊的鞋櫃盤 就是我們的鞋櫃盤 一勒式 一勒式 而且我們的一個大單盤 加上我們的一個涼霸 全部都是膠櫃的 我感覺上這裡特別闊 沒錯 這個是可以 特別闊 在正常的樓盤來說 它要去到八十多九十方才有這麼大的隧房 我們七十八個隧房是算很大的 加上我們這裡的開間的話是做到三米三的 是的 它看著正宗的大圓林 大圓林 沒錯 101米寬 但是你們這個七十八方 因為火數就不太多 11棟都賣得七十八八 剛才介紹的時候 所以就是要看你們後期會不會有機會加推 新貨 如果有的話就OK了 如果沒有的話就可能要買八十八 沒錯 而且我們這邊就是 到我們的一個次鞋 次鞋都是看著我們整個宗族圓林 是非常之 景觀非常之美的 是的 景觀這個是一級好 因為它的圓林打造 包括洗澡間這邊 都是我們一個人造石 和火力的一個水龍頭 加上我們這些的話 船關位全部都是我們交付 是的 收納櫃全部都是交付的 包括我們這邊的話 細節的話 去做到我們這邊都是放紙巾 還有我們的手機 加上有一個是我們的一個報警器 一鍵報警器 加上這邊是三開門 之前是兩開門的 這些的話是我們的粒槽 可以放回我們的一個 現在很多都升級了三三段 加上這邊有涼霸 這些全部都是交付 看看最小的房子 這個最小的房子 是賣一半送一半的 它的面積段是6.23方 它是屬於贈送了三個房子 所以這個是可以做衣帽間 或者是寶寶的房子 有個問題想問 你到時候 剛才你說佈件是陽台 這個會不會有棍牆 沒有 到時候我們就直接 一個咪二高的一個欄杆 對 咪二高的欄杆 要自己加裝一個窗 沒錯 你預計加裝這個窗 費用貴嗎 大概兩三千 二三千 因為我自己家裡有加裝過 可以接受 而且這個主人房 主人房都是做著七字型的大飄窗 它是看著我們整個小區的圓林 景觀都是非常之好的 是的 這些的話使用率就很高 現實也要問一下 這些七十八方的三房一位設計 賣總價有什麼價錢 大概兩百萬左右 兩百到兩百一十萬 有沒有可能低於兩百萬 即是一字頭 這些價錢 一字頭就是 有沒有一些特價單 如果你說二三樓可能就有 二三樓也有 但是賣光了 賣光了 不過有一套二樓 有一套二樓 最低是二樓 198萬左右 198 即是最便宜 最便宜的一套 預算起碼要二百萬 但是也很現實 這裏始終近地鐵站 剛才大家看到地鐵站 看到有萬達廣場商場配套 這裏室內也有游泳池 健身室那些全部都有 這裏室內也有 所以二百萬元的入場費是基本的 沒錯 那許小姐 除了這個78還有沒有大小小便宜 有一個103方的 還有一些大單位 好我們再看一看大單位 103方 3加1戶型 可以做到四間房 兩廳兩位設計 是一個橫廳戶型 剛才介紹過其他小單位 一些膠樓標準 這些門 大門 然後右手邊的 鞋櫃位 儲物空間 這些全部都包了 但是我看這個位 剛才有小一點 沒錯 可能只有兩米 沒錯 這個又小了 剛才就去到最大 兩米六 兩米四 沒錯 這裏就兩米 然後鏡頭的左手邊 亦都有一個公共的衛生間 亦都是標配 也是膠樓標準 也是膠樓標準 沒錯 鏡頭就看一看 另外 鏡頭一出來 左手邊亦都有一個最小的房間 這個房間就算是陣送空間 部件的時候是陽台 我當時亦要封一封窗 沒錯 而且說我們這裏的廳 開間要達到六米 六米的開間 非常舒適 六米的開間 可以做回我們的一個 正看著 南邊看著我們公園 以及我們景觀性 也非常之好 南邊 是的 所以這些的話 就是我們一個橫廳設計的 一個比較熱的 廚房當然 廚房可能更加好 因為我們 103可以做這麼大的廚房的話 一般其他樓盤要去到 103 104方才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可以放宵門冰箱 宵門冰箱 冰箱和雪櫃的位置 都特別大 沒錯 對 加上剛才提到的 全部都是交付標準 交付標準 對 還有你這裏有一個飄窗位 這個餐廳位 沒錯 加上震窗位 有一個衝鋒效果 沒錯 南不對樓 看看主餐廳 主餐廳我們是做到 4米4 4米4 4米5 而且以後未來 直接看樓下 就是一個公園 這裏就 現在在售 19座 19棟前面 都是空曠的 沒有東西遮住 沒有的 就看回市政公園 沒錯 發展商自己 擴建的 對 擴建的 沒錯 另外 向南 沒有東西遮住 將來有沒有說 南面這塊土地是甚麼 做回學校 做回學校 有沒有是小學 還是中學 小學 小學為主 加上後面有兩個 一個住宅用地 那個塔是 有沒有甚麼名堂 那個是屬於一個 墓園 墓園 是啊 那它這邊的話 就是 到時候會 見到住宅樓 就會遮住 是 沒錯 OK 好 明白 我們先看看其他房間 房間 房間 是否北向 北面 望遠林 望遠林境 沒錯 望遠綠花 這些房間 都是做到九個房間 而且是放米半床 還有我們60呎的 大衣櫃 非常之方便 這些生活樓是比較 這個 太細小 小小 可能要去到這邊 是的 但是也夠位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因為你只可以放一個床頭櫃 不需要太多 你的床頭櫃是特別大 去到六七十公分 正常三四十公分就可以 這邊足夠位置 完全足夠的 另外一個廁所說 也是看著小區 而且你可以利用我們的飄窗 90呎 90公分來 連著做一個塔塔米 加上這邊 直接可以做60公分 或者 一個衣櫃 訂製的 非常之方便 加上房間的床頭櫃 完全夠用的 好 主人房庫 主人房庫 就很大 十三個房 而且我們是 有七字型的大飄窗 景觀性是非常之好 加上這邊可以直接 可以做我們七字型的衣櫃 衣櫃 或者現在這個一排式 沒錯 一排式都可以的 加上我們這邊的洗手間 洗手間 都是我們 統一適合的 一個交流標準 還有我們的人造石 還有科納 這些交付 看完這個103房 四房 算是四間房 總價有什麼價錢 總價大概263萬到284萬 263到284萬 有沒有什麼分別呢 主要高樓會貴一點 低樓層便便宜一點 沒錯 即是207 我當你是中間價 沒錯 那就買到一個四房 沒錯 270即是港幣350萬就買到了 是的 那就1200呎 見面1200呎 還有我剛才 很刻意去計算過你們的實用率 嗯 算是頗高的 頗高 我們九成多 是的 因為我們單單我們合同的位置 這裡103 我們套內就有83點多 套內即是你們交流標準是83點多 沒錯 加上我們贈送有16.23個方 因為我自己有計算過 超過900呎 沒錯 超過900呎的空間 是的 那就350萬港幣 是的 買個地鐵站 隔離 沒錯 是的 現在不考慮 又等何時呢 沒錯 還有現在地鐵是即將開通 今年年底 今年年底 現在就11月 11月就 即是 你們收樓就兩年後 沒錯 即是收樓就我肯定保證 沒錯 坐地鐵 坐高鐵 坐完高鐵去到廣州南站 轉地鐵過來 沒錯 兩個站就到了 十分鐘內 沒錯 十分鐘內 我連高鐵時間45分鐘 九個字 大家如果你在西九龍上車 坐高鐵過來這個樓盤 一個小時內 都肯定到 沒錯 是的 費用也很便宜 算是低歪地區 陳村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不妨考慮這個 新希望的樓盤 是的 好嗎 拜拜 看完今次我們到訪這個新希望圓龍灣的影片 不知道你覺得現時這個樓盤 賣到這個價錢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在這裡再提多一次大家 在這個區位旁邊還有碧桂園的三龍匯 那邊才是真正地鐵站的上蓋 而在這個樓盤的另一邊就是新城成月之光 話說當初新城和新希望是一起投到這麼大塊地 不過後來開發的時候就分開來發展 但是同樣地由於當年太高位拿這個地王的價錢 所以他們現在兩個盤基本都接近要虧錢去賣 回回頭說說現時這個新希望的樓盤 價錢去到這樣 已經不是最便宜最低位的價錢 我都會建議你們 先了解這個三龍匯 和新城成月之光 最後才續出一個選擇 我不是說新希望的樓盤不好 但是既然三個盤都是一個相約的位置 比較價錢和景觀 才作最後決定 對你來說也會比較保障 今集內容就來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見 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 若然你想上來我們自家兄弟門店進行直播 又或者是面對面查詢 歡迎你親身上來我們銅鑼灣或者旺角的分店 了解大灣區樓盤的資訊 又或者可以預約我們看樓 大家記得了 銅鑼灣站的C出口 出來之後就跟著我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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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寫字路門口 我們就是2304 23樓出來 左手邊 就可以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門店 銅鑼灣廣場二期是有自設的車庫 大家若然開車的話 來到洛克道就可以找到停車場入口 當然除了銅鑼灣店之外 如果你覺得方便到你的 旺角店這一邊 地鐵站出來 也是相當之快 就可以過到胡舍新巷這一棟大廈 在8樓出了升降機後 802和8037 就是我們自家兄弟的旺角總店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的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